叶总会表演反穿袖的演员 嗓子粗从小就喜欢偷擦妈妈的口红 偷穿妈妈的衣服和首饰 长大后同样个性十足 生活中嗓子粗有着女性特质的温柔和害羞 1971年的美国纽约 嗓子粗和同事胖胖黑下班回家 胖胖黑手牵手带嗓子粗去酒吧 被酒吧里的一群男女轰了出来 他们两人为此感到刺激和兴奋 转而来到专属男人的同性酒吧 在这里嗓子粗结识了一位教师大帅帅 大帅帅得知胖胖黑只是嗓子粗的普通男性朋友后 表示自己很幸运 你的眼睛真的太美了 你还真是有一套 大帅帅朱祖的纽约家里还有个直男室友 所以暂时不方便过去 并且他的室友对同性恋有偏见 他们一同来到嗓子粗的家里 这样他们俩白天各自上班 晚上来到嗓子粗的住所 过了两周愉快的同居生活 周末的时候 大帅帅带嗓子粗去了乡下 他父母留给他的老宅住了几天 老宅年九十九 原本一段让观众们看好的感情 在嗓子粗生日的当天 大帅帅竟然约会了一位女孩 名字叫雷阿雷 大帅帅原来是双性恋 嗓子粗和大帅帅的感情互略 嗓子粗心碎了一地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 开明的爸爸问嗓子粗最近怎么样 嗓子粗说 我最近不再和大帅帅约会了 爸爸补充说 我指的是工作 一旁的妈妈冷嘲热讽 妈妈也算开明的让自己的儿子 嗓子粗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但在嗓子粗性取向的问题上 还是不能理解自己的儿子 有时候作为同性恋的嗓子粗 自己也常常自责 心想多好的父母是造了什么孽 才生下了自己 像嗓子粗一样的同性恋 他们背负了比常人更多的压力 来自社会也来自自己 生活还是要继续 两年过去了 一次在反串秀上表演 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名叫小帅帅 当晚喝了很多酒的小帅帅 和朋友们看反串表演 他的朋友们对表演反串的演员不礼貌 百般羞辱正在表演的嗓子粗 背底下打包不平的观众 拿刀子吓唬住了 小帅帅吓倒了 昏死过去 嗓子粗宽宏大量 不与这些无理的孩子计较 并且请人把昏死过去的小帅帅 带回了自己的家安顿好 第二天早上起来 嗓子粗给小帅帅准备好了早餐 当小帅帅看到各种装饰有兔子的悲剧器皿 好像明白了什么 小帅帅赶紧找个借口 早饭也没吃 就离开了嗓子粗的家 从那以后 小帅帅会在夜总会后门 等嗓子粗下班 嗓子粗和同事们去挑选女性演出服饰的时候 小帅帅也出人意料的到访 嗓子粗享受了被人追求和被爱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事我们得说清楚 第一我想要孩子 第二如果有人问的话 我才是负责美的那一个 于是他们俩愉快地走在了一起 大帅帅的女朋友雷阿雷 瞒着大帅帅邀请了嗓子粗来到乡下老宅共度周末 小帅帅知道后自告奋勇一起前往 这个有心机的女孩 就是想考验一下她的男朋友是否能够给她足够的安全感 顺便看看嗓子粗跟大帅帅 还有没有可能再次走到一起 令雷阿雷没有想到的是 这次考验计划发生另外一个更大的考验 原来当天 大帅帅和小帅帅一起去股仓看蔬菜机器的时候 两人都被对方吸引了 搞了一场外遇 雷阿雷把这件事情亲口告诉了嗓子粗 嗓子粗和小帅帅也争吵了起来 可喜的是 这次大大的考验 并没有把这两对欢喜冤家拆散 两年的风雨日子又过去了 雷阿雷小姐和大帅帅先生结婚了 嗓子粗和小帅帅也准备收养孩子了 福利院机构给小帅帅打了个电话 告诉他有一个15岁的叛逆的男孩子 也是个同性恋者 法院可以将他判给一对合法夫妇 要收养孩子 需提供孩子一间自己的房间 所以嗓子粗和小帅帅搬到纽约新街区的一个公寓里 在纽约这个街区里有一帮小混混 专门欺负同性恋者 小帅帅出门买东西 小混混们正在欺负一个同性恋老人 饥饿如仇的小帅帅冲上去去阻止 不幸被小混混当头一棒打死了 20世纪70年代 美国同性恋者命运出现明显的改观 但是主流舆论依然是鄙视和排斥同性恋的 穿着拖儿拖鞋的妈妈 急冲冲的到学校领回了跟同学打架的儿子 自从小帅帅去世后 嗓子粗独自抚养16岁的杨子大卫既当妈又当爹 这几天 大帅帅跟妻子雷阿雷正闹分居 搬到嗓子粗的公寓里 借宿睡沙发 自从父亲死后 嗓子粗的妈妈就回到了佛罗里达州的老家 这次嗓子粗的老母亲千里迢迢来纽约看望儿子 小帅帅的死和收养儿子大卫的事 之前都没有告诉自己的妈妈 妈妈来到嗓子粗的公寓前 大卫接待了他 这里闹了不少的笑话 16岁还差两个月 老母亲紧张地喝水 以为自己儿子找了一个新的男朋友 居然16岁不到 正好这个时候 嗓子粗开门回家 大卫叫了一声 爸爸才化解了尴尬 小帅帅的死 直到嗓子粗跟母亲一起上坟时 老母亲才知晓 妈妈感到愤怒 认为儿子这件事都没有告诉自己 在妈妈的思维意识里 其传统宗教认为男女组合的是一夫一妻 才是配得上诵读祖先宗教悼念词的 在老父亲的墓地旁 留给子女后代的合葬墓也是交给男女组合夫妻的 为此 嗓子粗和妈妈大吵了一架 从墓地吵到了公寓 影片的最后 在大卫为嗓子粗点播的电台歌曲声中 嗓子粗深情告别老母亲 临走时 老母亲对小帅帅的死给嗓子粗一些安慰 想念逝去的人都会一直存在 但是那也没有关系 就像戴上了一枚戒指 或者是一副眼镜那样 要去习惯他 这是一件好事 这样就可以记住小帅帅 你也不想忘记他 不是吗 老母亲还提到了大帅帅 要是儿子还是爱他的 妈妈还是会祝福你的 妈妈始终爱你 每个人从小到大的过程中 总是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而受到一些或大或小的攻击 甚至是歧视 仅仅是因为选择 与其他大部分人不同的 性别 贫穷 家庭 甚至是地狱和口音 都可以成为歧视产生的原因 这些都是伤害 为少数人发生 也是为自己发生 请尊重每一个灵魂 喜欢我解说的朋友 可以关注我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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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